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做自己有兴趣有事情 人生最快乐 人生很难等 就是说找自己有兴趣有事情来做 这是人生最大的一个目标 你自己做起来才会快乐 而且你会不只辛苦的 然后努力的去学习 就好像说这样子的一个行业 做理财 这个部分 其实本身我从小 也就是很喜欢 为什么 因为 比如说认识我的人 因为我从小 我出生在台南的乡下 因为那个 乡下也知道 我们在 我们是四年级生 四年级生那时候 对 刚刚 那个台湾啊 这个抗战生意刚刚光复不穷 然后呢 这个大陆呢 就是38年 就是我们国民党 特别到台湾来自民国38年 所以38年 再来就是48年 那时候台湾非常的落后 而且非常的穷 对 在那个时候啊 可以说是所有的资源都非常的眷缺 所以那时候 这个就是说 每一个台湾的这个就是 居民啊 都是非常穷困的 所以每一个家庭啊 清函症 可以说是私工俭换 那 那时候呢 我在三岁的时候 就得了小麻痺症 已经很清涵了 然后又得小麻痺症 那不是更惨吗 对不对 因为这样又没有钱 所以那时候是我们四十几年的 那时候就有一个很大的批词 都是得了小麻痺症 对不对 不过呢 人家讲说我还算不错了 因为我还不用拿抗战 有的人都是要 这个抗战才能够走 对不对 算是蛮幸运的 那也是因为自己啊 就是有这个就是残背 就是有点残障 就是残障 那所以呢 就以这个讲 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啊 就会激励你自己 所以就是说 身体的残居啊 就是我人生的一个 这个就是一个冲力 就是一个动力 那所以呢 从小我就觉得说 因为 我没有比人家 这个就是被抗 也没有比人家被抗 也没有比人家 这个就是啊 如果这个就是说去做工 所以呢 我就以这个读 就是用读书 尽量的就是读书 好 所以变成就是说 从小我就想说 你会靠笔 让自己有一个 这个未来的一个 转积的一个机会 好 虽然之间 因为小时候啊 我自己是没办法去 这个就是说 去克服这些问题 然后呢 就在我11岁的时候啊 我父亲啊 又过世 好 又是家里 又是清寒 然后呢 自己又得了小麻痹症 然后呢 父亲又过世 又失去了这个资助啊 那当然 这个整个这个家里啊 这一定是限定一个更困窘的一本 知道吧 所以 从这个11岁 我从11岁以后啊 因为这个父亲过世嘛 所以所有的这个家庭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啊 我就是要去做 好 从那时候就 这个父亲要做的 因为长子如故嘛 这个所以呢 变成就是说 我变成就是要代替我父亲做任何要做的事情 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做决策 当然那时候是小时候嘛 对不对 不管怎么样子 因为没有父亲嘛 所以自己就做决定 所以想从小时候自己就练就自己做决定 好 不管对错 你就是要去做 我变成就是被逼真 好 那因为 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 因为没有资源嘛 对 而且也 我们也不是说 这个就是说 家庭有多么富裕 然后呢 有一些家产也不是 所以变成就是说 在这种的情况之下 唯有自己靠自己 对 那时候 就是想办法 好 就是去这个 让自己有一点收入 所以我在这个 这个 学生 学生这个时代 我也这个就是会去 做一些 这个 好 生意啊 就是一些买卖 一些这个 这个 那个什么 那个什么 小时候呢 不是玩那个牌嘛 弹珠啊 什么什么 这些啊 我就会去做这样子的一些生意 从那时候 是因为 这家的一个环境 所以我会去 想办法 去突破 我并不会说 做以代弊啊 因为 自己家里很清楚 所以 变成就是要去突破 那时候 那时候 小孩子 因为也没有什么支援 所以我就到那个 店里面去批 那个 阿拉飘 大家听都懂这个 台湾话 阿拉飘 对 那就是去卖给那个 同学 那当然 对 也有那个 我们小时候在玩的 滷笼 每一块 对 这个也是一样 就是卖给 这个 我们这个 学校的 同学 然后赚一些 赚一些零钱 好 那 升了国中以后 因为我 阿波斯人 那我妈呢 一个人要养 四个小孩 我是太大 所以变成那时候呢 就是说 因为妈妈一定要去 要去卖 要去卖菜 那卖菜 对 我们要去帮忙 那帮 就是早上 我们都是要四五点 就要起来 那起来去帮忙摘菜 摘完菜 然后送到菜市场去卖 之后回来 对 我们马上就要赶去上 这个上课 那往往人就是 没有煮饭 那也没有饭 可以带 所以变成就是说 一天就只吃一餐 那一餐就是等上课回来之后 要吃车 所以为什么我长得不高 他也就是在这里 因为没有东西吃啊 所以我那时候 我国中的时候 是一天吃一餐 一天吃一餐 那时候也 那时候野粉 很难维持 为什么 那这个国中的时候 在这个学校 大家都坐在那边吃便当 那为什么我都 没办法坐在那边吃便当 那为什么我都 我一定要离开 因为我坐在那边的话 没东西吃啊 那大家一定会觉得很奇怪 所以每到这个 中午吃便当的时候 我一定要离开 那后来被同学发现了 他们想帮助我 OK 但是我也没有被帮不住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然后度过了这个 三美的这个国中的生活 OK 所以我常常在跟各位讲说 其实我 国小的时候是一几屏幕 国中的时候是一几屏幕 国山的时候是三几屏幕 都是平安 因为没办法 就是没机会 就是没有这个机会 而且我们也没什么资源 说实在是我们要怎么翻身 那唯一到翻身的时候 是到哪里 就是到考到了这个武人大学 去这个找工作 因为那时候考上大学 我们这个乡下 考上大学 都是要去放便宝 那时候考上大学 都不容易 那但是呢 因为我们是残障 你那时候 对 因为我们这个 就是这个人远充足 其实你们要找工作 是很困难的 就是说人家宁可 用一个对 好手好巧的人 他不会用一个残障 所以变成我找工作 都是碰壁的 对 因为人家不会做 那也是因为这样子 好了 好多的这个工作 找到很多的工作 都没办法 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 结果呢 我只好去找一个 这个就是没有横坎的工作 那个就是什么 送报 就是这个机研是从这边来的 那送报 人家也是一样 那个报老板 人家是 对 要看的是找报 看的是找报 不是晚报 因为在新庄地区 新庄地区那些大楼 那些五楼公寓 那个门都是坏掉的 那些信箱都是坏掉的 你报纸丢起去 都会落到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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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变成就是说 它不定了 那不定的话 你只好把这个报纸拿到 你住五楼 你要帮他送到五楼 你住六楼 你要帮他送到六楼去 要不然他不定 所以那时候我就想办法 因为他们这个公寓 是不是都有铁窗 对不对 铁窗是不是都一条一条一条 甚至还有刻花的 对不对 我那时候练就的是 把报纸捡一捡 对不对 捡一捡 然后就不要丢上去 可以丢到五楼六楼 对不对 那假如说真的有的是没办法的话 那我只好就用卡楼梯了 所以我那时候的身体是这样锻炼出来的 那时候你才十几岁 考上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才十九岁 对不对 那时候就是做这样的工作 因为我没有钱啊 你一定 我妈一定讲说你自己要去想办法 对不对 这个去附学位 然后想办法 对不对 这个住房子嘛 想办法 要自己生活 要不然你就没办法 就没办法 在哪里 只好留在家里 客不店啊 对不对 种菜啊 那只好因为你要客服 我想说我还是 对不对 做你要比较轻松的 结果也没有比较轻松啊 这个送报也没有比较轻松 而且早上一定三四点就要起来 三四点就要起来 而且风雨无阻 台风跌雨要做 一年的话只休息 过年那三天 三百六十五天 就是只有过年那三天休息 其他都是要重复 不管你生病 不管你上风下风 都是要有重复 对不对 这样子的工作 可以说是全年不休的 但是我度过了 这个六年 这六年的这个期间 我就是这样度过 但是呢也没有说白白的这个度过 因为这个就是也是要跟我刚刚等一下 要跟各位说明的就是一个创业的一个基础 创业的一个基础 是从送报这边来的 这个等一下大家就可以知道说 这个机会是怎么样可以 我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并不是说我本身生下来就知道说 我就是要去创业 天底下应该没有这样子的事情 天底下应该没有这样子的事情 那这个等一下我再来跟各位做说明 好 那这个也可以说是这个 兰格的一个基础 兰格的一个基础 然后坐上这个送报的这一条路 这个送报让我一路来能够发展到现在 这个等一下我再第一个跟各位来做分享 好 那这里就是说我个人的这个介绍 那这个是以目前 就是以目前给我现在就是说 整个这个就是土财周刊集团 我们现在这个有的成立的这一些公司 那我是这个从理开始 就是从理开始 那这个就是十九岁 也是一样 就是因为 人家不请你 不请你 不请你 因为你是送的太慢 所以我只好送了三个月 那我只好就是拿了三千块 一个月赚一千块 三个月三千块 我只好拿了这三千块 然后去买报纸 对 这个跟这个联合报 中国事报 自由事报 去买报纸 自己送 自己去这个 这个招 就是自己去贩售 比如说这个黄教授 两本他就是有在 他有在看报纸 对不对 学校一定在看报纸 对不对 在餐饮店什么都会看报纸 那就换一下吧 因为我是穷学生 对不对 要找学位 要租房子 要做什么 然后联合换中国 中国换联合 联合 中国都有的 换自由啊 就这样换了 或者是换中国 对不对 就是这样换了换去的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然后就成立了 从零开始 然后被这样子一个环境 逼迫了自己 一定要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推销 就是本来你是不会推销的 也变成会推销的 就是这个环境使然 让你去做你 对不对 本来是没有想到要做的事情 那就一分一分这样子做 那时候或者很容易 很容易 因为本来你就是要看 对不对 所以变成就说一分一分 本来想说他真的招了 这个百分 两百分自己 自己送就好了 自己能够赚就好了 那哪里知道 对不对 因为我们的服务做得很好 对不对 我的服务真的做得很好 就把它送到点头去啊 对 哪有这么好的 那有一些人给他就不想送了 那所以变成我的花魂楼也很变多 曾经最多的时候达到五千份 五千份的报纸 新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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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销 三重 对我跑这么远 对 送这么大的一个面积 面积 那也是因为 这个面积大 那所以 这个就是说很广化 然后认识的人也很多 然后已经有这样一个基础 而且 这个报纸 有一个优点 有一个优点 这个也是能效的 跟各位要介绍的就是资本 大家都想说资本 创业的说资本是要很大 对 但是我告诉你 送报纸 其实说是要不用什么资本 就是要 就是你的这个什么 你假如骑机车的 那就只是机车的邮会 那骑脚道车的话 根本也没有什么 资本 对 但是你拿的报纸 你这个报纸拿的报纸 是你业底才几啊 你并不是说去买报纸 就马上就几了 但是你业出你送 然后业底你卖 这个报纸收钱了 你才去拿 才去拿去护本 对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 你根本没有怎么办 对不对 而且净赚的都是现金 送报的话 你赚的都是现金 那你看 对 这种创业 这种创业是不是就最承担的 对 根本就不需要有之间的压力 而且不需要什么 而且不需要什么 去带头 也不需要去跟个人 阿公阿 跟个人去借钱 都不需要 你只要你可以做 你业底去做 那么你就可以做得到 好 所以我就在想说 这个是不是也是上天的一个安排 让我们这样有一个机会 所以从那时候 对 我就从这个基础 然后累积了一笔钱 第一桶金 那个第一桶金 那时候我每一个月 大概一个月大概都有十万块的现金 对 那时候一年级 说实在 你说这么多钱 要做什么 也不知道要去做什么 所以送报的话 也是大家要盖房子 新庄那时候也在盖房子 像这个四岩陆地 对不对 那时候是沼泽区 后来就是盖房子 就现在的这个沐都心中心 就是我三十年前就在那边发展 就是在那边发展 你看我是看准了 这边一定会发展 结果三十年后才开始曾经发展 好像我还有几间房子在那边 从那时候买一间房子 获到一百万 到了三十年后的现代 去卖的话 就是有卖到一千万 对不对 那所以长了十倍 三十倍 长了十倍 那这个其实也不是我知道 也是误打误撞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我们 有想到的 就去做 对不对 这个也是一个机会 这个也是一个机会 好 那你有第一童金 你知道 那怎么样子去 对不对 然后越滚越多 越滚越多 那这个等一下 也是我要跟各位做送礼的 所以这一些 就是我从你 开始 然后一家公司 一家公司 例如说 派报社 广告公司 然后呢 这个 这个 再去经理其他的 这样子 陆陆续续 就经理了几十家的公司 都是从你开始 那这个其实 说实在的就是几位 说实在的就是几位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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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